弟兄姊妹,心灵珍宝今天的主题是 《大胃杖幕女唱诗敬拜,是要使人记得神的恩典作为,心被恩感歌众神》 《迪代之上》第十六章,是一篇很有内容的诗歌,记录了神在以色列历史中的作为 和对他们的赏望 大胃设立帐幕,安排人在当中唱诗敬拜 他要以色列人藉着诗歌,记得神的作为和他的恩爱 他这个榜样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要唱歌,赞美神 而且要唱一些内容丰富,将神最宝贵的恩典作为记录下来 使人每次唱歌的时候都能够记得,有感恩 不但唱歌的时候会觉得宝贵 还能够一次又一次体会更深的意思 使人被吸引,敬拜神 我们会在一个很好的榜样,大家提醒大家会更加烦烈借恩和尚上感谢 这张圣经 在我2007年的时候,是一张核心转成圣经 这张核心转成圣经 一直带他们去到大帝的帐幕那里 但是2004年呢 特别是甜蜜情方面 甜蜜情就是私人方面,过大帝的帐幕方面 大帝的帐幕方面 大帝的帐幕不止一个人 当时神透过大帝的帐幕,在大帝的时代 兴起了今天在旧行中最多最荣耀的人 旧行中最多最荣耀的人 旧行中最多最荣耀的人 就是大帝的时代 大帝都是俠神心子的人 他的心,他的圣子很逼食 他觉得甚至不睡觉 不想坐 他都要为神尋得所在 但这些不仅是物质的 物质是一个帐幕 而实际上是那个内涵 有一班是这样来敬拜神 我在这里鼓励大家 回去再看大帝的帐幕 当日的信息是很重要的 也是我们现在教会 应该有的心来的内涵 是这样出来的 为什麽主要他用军挂的顶着这麽大呢 他影响这麽多地方呢 主要是活出大帝的帐幕 这件事 他们在这里敬拜 最核心的唱诗敬拜 这个字十章 那里后面有一篇诗 我看过那本书 他就说每天都唱 你来自那里受章 我看过那本书 在那本书的时候 你发现他那本书的内容 帮我们今天的诗歌很相似 即是简单说我们的诗歌 帮他很相似 在这一篇文章 那不算他唱诗歌 也不算他唱诗歌 也不算他唱诗歌 也不算是诗歌 是很有耐用的诗 你看看这个十六章,这份人都是想更加建立这个大卫帐幕内涵的一帮帝兄姊妹。 第一节,众人将神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这帐幕就有大卫的帐幕。 本身有摩世的帐幕,那帐幕实际在机片里,有个帐幕在那里,但他乘搭了新的帐幕,在耶路撒冷。 但他知道神的心意,那是神的立命居所,那个地方,大卫帐幕就在神所要的地方里面。 大卫帐幕虽然是短时间,大卫一段时间出现,但主要他怀念的帐幕, 他里面呢,即是兴起的人,爱神的人,他试过影响到后代,直到现在。 我看大卫所搭逼着幕里,就在神面前献凡祭和平安祭, 大卫献完凡祭和平安祭,就奉耶华的名。 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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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的月明星是alım 大卫很重视药柜,当然他不一定是那个柜,物质就这么简单,因为他在掌握着主自己和神的同在 他说是很宝贵主和神的同在,在事情所里面这个药柜的物件中是最重要的 他在里面还有神帮这些人纳的药,今天我们应该都重视主自己和神的同在,在外国最宝贵都是神的同在,有一份爱 在我整个人生的事,最难忘都是这些,我最大都是这些,有这么多东西在全世界 那日大卫初次值阿萨和他的弟兄,以诗歌,所以说诗歌,清重耶侯说,后面读下去,你发现他帮我们走的路差不多了 有一句,叫我们求过神的名,唱诗歌等等,一路看在下面,后面很多说回神以往的作为,揀穿他们 关于药,一次次说很多次的药,历史,神的恩怀他们,神的恩爱在他身上 所以诗歌是使用神的大作为的,寻想直辆讲到将来前面 诗歌是很有内容的 这个是我很重视 诗歌的内容 音当然是好 有好的音都是很好的 但少年底的内容很重要 我想特别注意一些 第四语一道 大卫派几个里面的人 在耶华的约柜前侍奉 他怎么侍奉呢 中阳 清谢赞美 我正在讲感谢 清谢也是感谢 前面有个字叫中阳 这个字 中文就是讲到 他多好 他的好处 但实际这个字 可以翻译其他意思 有些翻译 是慶祝纪念 有些不同的意思 但一个最主力的 最基础 最基本的意思就是 Course to remember 就是使你记得 就是使你记得 他自己的一个最基本的意思就是 使你记得 就是记得 这是很重要 不过 中阳也对的 他在想起的时候 他在清重上 但是 你先注 要想起先 当你中阳的时候 你都一定想到 才有中阳 你都要想起 但是我想说 比较了解这个 原文的字 他意思 那个是 很重要 比较了解到 诗歌 要知道什么 是诗歌呢 诗歌有什么作用呢 这里讲出来 很清楚 诗歌当然 因为讲到 主的 他所作用的 所以会帮众人有关 帮众人有关 帮众人有关 需要你记得起 想起 所以唱诗歌就想起 因为一唱歌的时候 你就是 想回诗歌里面说话 诗歌说到主 他对我们的心 或者他对我们的关系 诗歌怎样好 他爱怎样 那方面 所以你是会想回的 我每天都是 唱两首传诗歌 真的 就唱了多久都好 我唱多少年都好 如果有一天你会唱 你都会稍微 淡一点点 就轻微都会有 不是说你个人记不记得这首歌 以后你是否活在歌手 讲的那些真相里面 这是最重要 每天唱的时候 你希望每天 新鲜的一次 再进入那两首歌里面 一个个爱的真相 一幅幅 阿爸爱你的图画 是真相 主爱你的图画 就是真相 你都在回应,你在享受着,你只是宝贵那些,你觉得值得再唱,向他唱,你是一个回应来的,你觉得宝贵,值得再唱,回应, 到今天,还是不断有新的意,有更深的意,我认识,和他产生更多诗歌,一从那些新的诗歌,是没有穷尽,不是我的诗歌不是神话来的,不是那么厉害, 但是因为他将神话,那些好古贵的,但是我心中选了好古贵的,将他用诗歌的诗歌拿出来,我怎样选了两首,不是唱其他不行,唱其他都好,你选了帮助最大的,每个人都不同, 但是我到现在还没有第二首,只差人唱两首,一首给他主,我还没有第二首,可以一首代替,可以说一首很足够,你主也是, 有些都是,有些都很好,有些都很好,但是他包含的东西是比较完备的,就是那两首,所以我还是鼓励你唱那两首, 那你唱那首之后,还可以唱你所想唱的,还有一个,你可以选择其他歌,就是把那些最宝贵的, 那些最滋润你,或者最帮助你那些,你不用唱一首,只要把那些句子唱的都够,因为你时间未必有那么多, 所以你先唱那两首,然后还有其他歌,你可以唱下去,我每天都不知道唱这两首, 不过我起码这两首是我得,到现在我还没想到哪一首代替到那两首, 那你每次唱的时候,你就会Course to remember,选择你自己想起来, 你再一次给真相引向你,就是你更加活在那里,不是单单知道, 你知道很多,但是你未必活在那里,譬如过去讲真的有些都记得, 但是你未必就在享受中,活在那里, 朱说我们要尝在他的爱里面, 尤其大书说我们要保守自己尝在神的爱中, 这样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是最好保守自己在他的爱里面, 那你又在唱歌的时候,不单唱歌, 我只是回应,一定有些不同, 那我做一些静的时间,我给神吸引的时候, 那些是想让主享受我自己和我的同在, 我静在他面前, 这时光很武贵, 有些事情不是言语可以说出来, 因为心方心的,可以说, 城外交流, 心享受心, 心拥抱心, 你心享受人, 我就是用心, 我就是用心, 你将回应, 体会, 和享受, 所以你先要记起, 再把真相放在你面前, 但是都说了,他将神的爱常摆在他眼前的,他将耶华摆在他眼前,所以他将主代爸爸摆在他眼前,他对爱摆在他眼前,很重要,你才会活在他爱那里,你才会享受他的爱就是他的回应, 被爱吸引,那你在这里自然会思想他的爱,当你唱的时候,你就思想他爱,那斯篇48篇说,他在神的殿中思想,神的爱,那斯篇1807篇说,凡智慧就在思想流心,思想耶华的慈爱,所以你又聪明一点,你就会想那么多其他无谓东西,你是想到神的爱, 所以好东西都不及,有些更好,你想到神的爱是最好的,因为我们爱是神才爱我们,那你才能想到,你才能享受到,你才能体会,那这些爱是最重要的, 神经说很清楚,一文七篇楼在那里,前面说了,那些人遇到各种难处,神都救他们,有些病就好了,有些在海中遇到风浪,神都平静了,有些就是坐牢, 有些人,神做了释放,各种难处人生的,神救他们,他们在这裡有回应, 当最后是,包括,他说有智慧的,会在这些事情中留心,在神对你恩爱的事情,是如何爱人发,要留心这些东西, 也必思想而有的切愛,但你會想到神的愛,如果你是聰明、有智慧,你就會這樣,你要知道哪些東西你自己做的就是幫助 你想一下自己的經歷,你經歷的難處,可能有詩編和零七篇,那四種的人有些不同,但你可能有更多難處都不來,但神怎麼曾幫過你 你都已經在這時候留心,不要忘記,特別是從中看見神的愛,思想的愛,使你的心被影響